好 看完了圣词端页之后 咱们来看一看33课课文部分 那么本门是一篇标准的议论文 它的中心的论点是 最先进的现代教育的平等起步的思想 只能在原始社会才能找到 这个观点很有趣 咱们看是怎么来论证的 首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开头是个小短句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of our time 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这个time不是时间是时代 key表示至关重要的 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这也是整个第一段的一个主题句 这个key注意表示关键的至关重要的 因为它本身做名字表示钥匙 没有钥匙进不了门 关键性的 你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keyword 我们常常说关键字 a key issue 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a key factor 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至关重要的 关键的 可以用key这样个词 keyword就是关键词 甚至马上可以透口出 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怎么说呢 就带进去呗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of our time 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照猫画虎 当然不是照猫 照猫画虎 马上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是关键词 表示至关重要的 有好多好多类似的词汇可以替换 在写作中至少这几个 比较基础的我们先看一看 跟老师大声度下 vital crucial essential critical 都可以表示至关重要的 再来面 vital crucial essential critical 这个比较基础 vital 咱们以前讲过 在第十一课讲过 它本身还表示 什么是个生命相关的 vital signs 叫生命的迹象 还记得吗 跟生命相关的 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crucial 它来自cru这个字头 crucial 表示cross 穿过去的意思 刚好 在十字路口的地方 是至关重要的 抉择关头 你看十字去东征 那个圣战 叫crucade 也是表示十字吗 这么一个 在十字路口 至关重要 essential 来自名字 essence 精华 最精华的是最重要的 那critical 本身既可以表示 批评的 评判批判的 也可以表示 至关重要的 看一个例子 We're at a critical time in our history 我们正处在 我们历史的 关键的一个时刻 关键性的时刻 至关重要的 那么比较正式的词 还可以用momentous 也就是表示 至关重要的 相当重要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momentous momentous 这个比较文气 在阅读中 也频频出现 a momentous decision 一个重大的决定 a momentous occasion 一个至关重要的场合 等等 用它也可以 我们下面再看一些短语 下面这个短语 又是我们五星级的一个搭配 叫做 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对什么什么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直接记忆单词 普通机搭配了 passenger safet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us 那么旅客乘客的安全 对我们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什么来说 这个是固定搭配 用be of加名词 本来就是正式的表达 还有一个 叫做 在某人的心中最重要 叫做be uppermost in one's mind uppermost 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在某人的心中最重要 对吧 比如说 although I'm here in Beijing my family back in my hometown is always uppermost in my mind 尽管我身在北京 但是我在家乡的家人 一直在我心中最重要 叫be uppermost in one's mind 这几个至关重要的 可以把它这个同时记住 下面我们就看看 作者如何来展开描述 第一段这个主题句 为什么说教育是时代的关键词呢 它下面先从个人的角度 分析了教育它的重要性 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咱们看屏幕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A man without an education many of us believe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deprived of one of the greatest twentieth century opportunities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逗号前面是整个句子的主语 是逐句的主语 可以说句子主干的主语 然后many of us believe 这两个逗号之间 在下号线的协体字 是插入语 我们很多人相信 顺便说一句 是什么呢 是一个逆境下的 一个可怜的 很不幸的受害者 逆境咱们讲 adverse circumstances 这搭配 又一次复习了 记得主干结构到这儿完了 后面那个黄颜色到剧末 明显是一个非味动词的语 deprived 叫被剥夺了 它一般是跟of搭配 咱们第十一课就讲了 deprived somebody of something 讲过 在这儿呢 是一个原因状语 为什么说是一个逆境下不幸的受害者呢 因为他被剥夺了 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机会 就是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 强调了对个人来说 教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句子呢 其实主干结构很短 其实它是个简单句 因为它没有从句嘛 简单句 如果初思博解 拿着主观就是a man is a victim 一个人是一个受害者 咱们看是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受害者 为什么受害者 它不太展开了 其实这个句子是个简单句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本文中 什么人呢 without an education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就是一个literate 这个illiterate一个文盲嘛 literate叫识文段词 illiterate 他不认识的文盲 就是一个文盲 本来怎么大家要写这个句子呢 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人称主语 我们中文一般这么来翻译 我们很多人相信 这没有受过的教育人 是逆境下的受害者 搞不好大家就会这么写了 many of us believe that 把刚才那个简单句 变成了一个复合句 这就是复合句了 因为believe后面加并语从句了 而刚才那个many of us believe 是个插入语 插入语不充当语否成分 所以依然是一个简单句 你要这么写的话 就有点trinklish 忠实英语的嫌疑了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相信 老外认为这并不重要 本文中讲的是 没有受过教育 有多么可怕 至于很多人 有多少人相信并不重要 这人是谁 我都没说 他顺便说一句 我们说了 一般来说 英语核心内容在主句之中 最重要内容放在句首 或者句末 你看把一个次要的东西 当到了主句 把刚才核心内容变成从句 而这次要能不能放在句首了 这重心就偏移了 所以本文中 这句子是好句子 把刚才那个 many of us believe 变成最最不重要的 插入语结构 刚才的避语 避语从句 变成了句子主干句后 变成个简单句 这是好句子 这个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说我们看 在四册第二课 十一页的第一句话里边 我们说过 很多人可能会这么写 you may wonder why spiders are our friends 你可能想知道 为什么蜘蛛会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看到这颗书讲的是 spare the spider 不要伤害蜘蛛 但是 你把我们 你可能想知道放在句首了 而把蜘蛛呢 为什么是我们的朋友 当作wander的避语从句了 这个不好 换成简单句 怎么说的 why you may wonder should spiders be your friends you may wonder 顺便说一句嘛 你可能感到奇怪 蜘蛛怎么会是我们的朋友呢 should在疑问句中发现了 怎么会 对吧 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还三册第七课里边 it seems that dogs love to chew up money 看似狗喜欢比 比较喜欢把钱嚼烂 it seems that 这个看似这个意思 在本文中其实并不太重要 它重点是突出狗喜欢嚼钱 看似似乎大概其 是个差略于结构 我们就把它变成dogs it seems love to chew up money 这个句子重点更突出 变成个简单句了 类似的 咱们做一个句式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很多人都相信 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 不妨用一些刚才的表达 叫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很多人会这么写 Many authors believ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 这个写法完全正确 但是在作文中就显得不好了 为什么呢 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这是句子最核心信息 我们很多人相信是顺便说一句 你把这顺便说一句的放到了主句中 又放到句首 众心偏移了 怎么变呢 跟本文中一样 把这个变语从今变成一个简单句 刚才很多人相信 变成差略语了 差略语不可能差到economic后面 economic development是个短语 economic development都好 Many authors believe都好 is an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 你看把核心内容刚好放到巨首和巨尾 刚才次要内容埋到了巨中 巨中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那地方 读的时候呢 这是轻读一下 插入语吗 你看我们读这么多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authors believ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China 你看Many authors believe 一带而过就好了 这个句子重点突出 主词分明 好 再回到句中 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呢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他是逆境下的一个很不幸的说号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剥夺了20世纪最重要的机会之一 就是接受教育的机会 被剥夺了 咱们讲deprived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逻辑主语是那个 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所以呢 这种过去分子 他是被剥夺了 这个用对 上面是从个人的角度 谈教育非常重要 下面进一步 从国家的角度 谈了教育的重要性 它是问个人和国家 那么对国家来说 为什么教育也是这么重要呢 看第三句 看屏幕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这个逻辑之前还是一个非味动词 在这当原因状语 对什么什么坚信 深信不疑 这还是来自于我们固定搭配 convinced somebody of something 舒服某人 让他相信某事 所以呢 这个逻辑主义应该是当代国家 你人化了 他被舒服了 对什么很坚定了 很坚信了 所以用过去分子convinced of 在这依然是原因状语 因为对教育的重要性 深信不疑 当代的国家 因为投资 这并不是真正的 为了赚利息来 这是所谓的投资 加了个引号 那么投资在什么呢 投资在学术机构 这个institution 表示大型的机构 金融机构 教育机构 学术机构 慈善机构等等的 这个机构 目的是什么呢 从to do开始 to开始到拒末 整个是目的装语 目的是 to get back interest 为了得到利息 这个利息加引号 也是跟前面的投资相呼应 投资 我们可能拿到利润利息 这是什么利息呢 后面黄颜色的 一直到剧末 是后制令与修饰这个利息 in the form 表示以什么什么形式构成的 以什么什么形式 以什么形式呢 一大群开明的青年男女 青年才俊 enlightened叫开明的 远离了愚美落后 和迷信的开明的 然后青年男女 后面又加一个定义从具 户带下后线的地方 他们是各界未来的潜在的领袖 这是国家对教育 这非常重视 你们知道 没有教育 国家的前途 未来是没有 未来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归根到底 还是你们的 当然这个 看看一些细节 第一个 我们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相信某事 这搭配咱们在 新更年三次的第一课 appearment at large 陶顿的美洲诗 咱们就讲过 同样的 如果要是人作主语 或者人作逻辑主语的话 就能被动了 叫be convinced of 对某事深信 深信不疑 是这么一个 所以因为对教育的状态 深信不疑 当代国家投资 invest 后面加其次in 是在某方面投资 你赚取利润 invest in 那么这invest不一定是投资 也可以投入别的东西 但只要表示投入 后面都可以加in 前面可以加某个特殊的东西 未必一定是钱了 比如说 I invested time and energy in learning English 我为寻语 投入了时间和精力 投入什么 也可以跟in来搭配 但是24课 我们讲了另外一个 23课也提过 叫invest 什么意思呢 把后者赋予给前者 把后面这个事物 赋予给前面那个人或东西 这表示赋予 比如说 Invest somebody with legal rights 给某人赋予了法律上的权利 赋予了法律上的权利 His life was invested with new significance 他的生命被赋予了全新的一个意义 我们再回顾一下 当时在24课论美那课书的 一个复杂的句子 Nor should we seek to invest with significance that which we cannot grasp 我们也不应该试除去干嘛呢 给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 赋予意义 invest 我们直接with了 那先加的with something 肯定是invest 并于后置的 并于是什么呢 代词that 后面加定义从就 which we cannot grasp grasp理解 我们也不应该给那 什么呢 无法理解的这个东西 赋予意义 invest a with b 因为a太长了 换成invest with b a 这a后置的 大家还是表示负语的意思 注意搭配决定含义 多极搭配 不光是提高写作水平 阅读速度和正确率直线提高 否则的话 你还得猜是什么意思 那就类似了 好 本文中是投入 投资到大型的学术机构 institution of learning 是学术机构 其实institution本身就表示 大型的机构 未必是学术的 大型机构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对下 institution 大型的机构 比如说financial institution 金融机构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机构 charitable institution 慈善机构等等等等 都可以 这是机构 大型机构 跟另一个词容易搞混 就是教育科研性质的学院 或者研究所 这个跟它不一样了 拼写类似 大声地叫institute institute 这一般指学院 或者研究所 它是教育科研性质的 你比如说 the institute for the destitute 叫做平民学院 给那些穷人 扫盲上课的这个地方 这个destitute 是相当poor the destitute 表示the poor 就泛指穷人了 为什么没用the poor呢 因为destitute 刚好跟institute押韵了 对吧 平民学院 这个很狼狼上口 就容易被人记住 还有我们看agriculture institute 农学院或者农业研究所 aviation institute 航空学院或者航空研究所 都可以 还有鼎鼎大名的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省理工学院 也是用这个institute 注意个institution 把它去分开 好 国家投资大型机构 to get back 来获得 获得这个interest利息 这是用了暗语的修辞了 这利息是什么利息呢 in the form 我们在前面28课 病人和医生就讲过 以什么什么形式的 大家记得吗 这个form 有的时候可以混成shape s-h-a-p-e in the shape of 也是以什么什么形式 咱们讲过 以一大群开明的青年男女 他们有可能成为各界领袖 这样作为利息 就是enlighten 咱们先看看叫开明的 就是有知识有文化 enlighten means free from prejudice ignorance superstition etc free from 这个我们在第三次的讲过 be free from 在这不是从什么中自由了 而是没有某个不好的东西 the composition is free from errors 这个作文没有错误 be free from 表示没有某个不希望看到的东西 后面一定是个讨门 很讨厌的事 你看organic produce is free from harmful chemicals 有机栽培的农作物 没有那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是这么来说 没有什么呢 没有偏见 没有愚昧 没有迷信的 就是远离这个东西了 叫开明的 指人指事物都行 比如说enlighten attitude 开明的态度 enlighten policy 一个开明的政策等等等等 那么它来自动词 enlighten 启蒙 或者教导 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我们大声来一遍 enlighten enlighten 启蒙 启蒂 或教导 因为light是光线的意思 in可以表示进去 让光线进到大脑里 把大脑尘封的黑暗的角落 都照亮它 这照亮它了 这不是启蒙教导吗 是这样的 好 翻译一下这句话 当代国家深信教育的重要性 他们对教育进行投资 教育机构进行投资 希望能收获大量的 将来能成为各界领袖的 开明的年轻人 作为汇报 下一句话 是个重点句 有一定难度 咱们看屏幕 这句话说 education which cycles of instruction so carefully worked out punctuated by textbooks those purchasable wealth of wisdom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education 这是一个单独的名词 后面呢 黄颜色的都是它的后制定语 第一个后制定语 就是with开头 一直在out结束 这是个独立主格结构 从后制定语 with是独立主格前面 特有的那个接触with 有没有都行 大家还记得 it cycles of instruction 是独立主格结构 本身的逻辑主义 这个it 当然指的教育 教育的教学的周期 cycle是周期或者循环 那么教育的instruction 还是教育教学 教育周期 so carefully worked out 如此仔细地被制定出来 with加这个 逻辑主义 后面加了 非微移动词形式 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因为worked out 是过去分词短语 被制定出来的 那么就是教学周期 被如此仔细地制定出来的 这么一个教育 那么第二个后制定语 是在逗号之后 这个punctuated by text books those purchasable wealth and wisdom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制定语 依然是修饰这个教育 过去分词短语来修饰它 punctuated叫强化或强调 被教科书所强调了的 那么教科书 text book 后面 还有一个插入语 可以看作做教科书的同位语 教科书是什么呢 那些能买得到的智慧的源泉 这个well不是水井的意思吗 咱们翻译出源泉好了 那么就是教育两个后制定语 教学周期如此仔细地被制定出来 并且被教科书 那些可以买得到的智慧的源泉 所强化的教育 我们看到到此为止 这是个名词短语 对吧 名词后面加两个后制定语 后面跟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如果没有它带来的好处的话 文明将会是怎样一副样子呢 这是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word 你们用了虚拟语器 如果没有教育的好处 但是我们现在有教育的好处 等于与事实相反了 if there were not its benefits 是不是相当于如果没有它的好处 if there were not its benefits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是这么一个 这个like在这 必须前面加b动词 因为这like表示 像什么什么那样 不是喜欢 它表示像是借词 放到b的后面 因为借词后面少兵语 所以前面用even that's what 来引导 是正确的 你们后面少兵语吗 做它的避语就好了 那么整个完整的句子前面 跟那个名词短语 就是education中间词是名词 这个现象就是无动词分句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这个事 这是把语法结构文法先看一看 那么看看里面的一些细节 教学周期就是cycle of instruction workout是个极无动词短语 这是过去分词被制定出来 其实workout表示制定出或者策划出 本身可以加比语 当然也可能被动 workout plan 制定出一个计划 workout program 策划出这么一份方案等等等等 叫做制定出或者策划出 可以用它 好 再看后面第二个后制定语 叫punctuated by textbooks 被教科书所强化了的教育 这里面出现一个动词叫punctuate 这个词我们在19课讲过 19课讲过 大家还记得论睡眠的本质吗 punctuate本来是表示 给这个文章加标点 punctuate the article 给文章加标点 那么在第19课讲过 punctuate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 不时地打断或者穿插 还记得吗 加标点不是传口去停一下吗 对不对 比如说a speech punctuated by applause 一个被掌声经常打断的一次讲话 一次演讲 这是不时地打断 穿插进某个东西来 但是本文中做第三个意思表示 加强强调使更加突出 加强强调使突出 比如说 he made gestures to punctuate his remarks 他做手势 以强调他的讲话内容 这是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被教科书所强化了的 这个教育 是这个意思 那么加强强调 我们除了这个 punctuate还有好多词 表达类似的含义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两个极无动词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emphasize emphasize stress stress 这两个都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但是我们考试中经常可以用更文艳的表达 就是它的名词形式构成动词短语 中心词用名词 emphasize 名词变得emphasize stress 依然是stress 前面动词可以用lay或者put 后面借词叫on 叫做强调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把什么强调放在什么东西上面了 lay或put两用哪个都行 比如说 schools here lay or put great emphasis on mathematics 这里的学校特别强调数学这门课的教育 强调它 把强调放在上面了 再比如说 in his speech he laid or put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第三册四十五课咱们讲过 叫新闻自由 这个the press是新闻界 报界 舆论界 表示这个意思 p 大写 小写都可以 那么把特殊的强调放到什么东西了 特别强调了什么什么东西 可以用它 在本课书中也会碰到这个搭配 你比如说看本课书第八行中间 这明显为了避免跟punctuate重复 也出现这个强调 本课书中第八行的中间 有这么一句话 We will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o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我们将不那么强调事实和数据 而更加强调好的记性 强调应用心理学 强调一个人和他的同胞 融洽相处的这个能力 lay stress on 前面只不过加less和more这样的修饰语了 还是强调 好 被结构数字强调了的那些什么呢 还是修饰逐于education 教育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这个education 后面有两个后制定语 一个是with引导的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第二个就是过去分词端语 说明到此为止 是一个以education为中心名词的名词端语 那么这里面根本没有with动词 而后面跟了一个what引导的特殊语文句 是个完整句子 那what之前这个结构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在书面中经常会出现的 无动词分句 有时候短到只有一个名词 或者名词短语 叫无动词分句 我们看几个例子 作为一个科学方面的记者 他有广泛的知识 是个孤立的单独的一个名词 这是无动词分句 他没有with动词 连费味都没有出现 Bank loan or no bank loan will buy the house 无论有贷款还是没有银行贷款 我们这个房子买定了 前面是无动词分句 再比如说我们在未来47个还会碰到 274页第11行到第12行 274页第11到第12行 你发现也是在完整句子中前 之前出现个名词端语了 Master in his own house He has little idea of when to say boo to a match to tell Match to tell是个法语词汇 就是总管领班大堂经理 这个意思 在他自己家里是主人 他却几乎不知道 那么什么时候呢 对那些酒店里的经理 大堂经理领班 就说不 就是这个不并不是说不要 那个不 就是呸 说难听的话 不不 就发表不满 在自己家是主人 他碰到大堂经理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向他表达不满 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去宾馆去住宿 这个Master前面没有贯词 因为唯一性身份的词前面 可以不加贯词 家里主人就是一个嘛 他是一家之主嘛 对不对 谁是这个队的队长啊 Who is captain of the team Who is captain 不用说the captain 贯词可以去掉 这是无动词分剧 后面又出现一个完整的这个特殊用具 就是如果没有它带来的好处 就是教育来 那么文明将会怎样 这里用了标准的虚拟训 这个would是虚拟训的主句 写全的话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把without还原成条件状语从具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if there were not its benefits 回顾一下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 这个形式 if从具中 大写的就是主语了 未动词用did或者war 这里用的是war 主句中 主语后面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型 怎么本文中用的war 这主句中用的是would 完全正确 但是if从具 往往可以用借词端语来代替 但是主句中 依然是would should could not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咱们早就见过 还记得三侧的五十六和河流 我们的邻居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without it we could not make a living 如果没有它的话 我们简直就不能谋生了 we could not 没有用we cannot 这是今天的事啊 without it是如果没有这条河的话 相当于 if we didn't have it we could not make a living 如果我们没有这条河的话 我们就几乎无法谋生了 相当于这么一句话 对吧 再比如说 there would be no living things without air 没有空气的话 那么就没有生物了 没有空气与事实相反 现在有空气呀 所以相当于 there would be no living things if there were no air 如果要是没有空气的话 不见得都用伪道的这个解词啊 比方说 in his position I would commit suicide 如果我处在他的处境 我就自杀了 in his position 就如果我处在他的处境 是不是相当于 if I were in in his position I would commit suicide 所以这个经常 可用戒词段语来代替 这个if从句 表示虚拟 与事实相反 另外注意这个 what would civilis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 这个like老师说了 它是个戒词 表示像什么什么那样 那么前面必须加b动词 因为戒词本身 没法当位语动词 你又如果去掉b呢 那么like 变成动词 喜欢了就不通顺了 戒词后面少逼语 所以用疑问代词 what来引导 他说like的笔语 如果你要是把like去掉 用b来结束 那就等疑问负词了 用how来问了 how would civilization be without its benefits 对吧 后面是少表语了 前面都用how来问 如果少b语的话 用what来问 注意这个疑问词 不要用错 那么后面 是what引导的特殊语问句 前面是一个无动词分句 我们经常在疑问句前 能加一个无动词分句 加强语气 我们看一些例子 那本文中其实就是 如果把education 两个后置语 切掉的话 就是一个名词 对吧 education what would civilization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对吧 再比如说 God almighty where are you when the world is wrecked by war 当世界被战争 所折磨的时候 你老人家跑到哪儿去了呢 be wrecked by 因为什么而痛苦 受到什么的折磨 这在第11个 如何变老 那颗数 罗素的文中 咱们讲过 这也是在一个名词 后面加一个疑问句 前面这个名词 或名词段语就是 无动词分句 那么我们看 能不能类似的 我们用一用 类似的也用一个 无动词分句 后面加个疑问句 来加强语气 咱们看中文 影响遍及到全球 并且为广泛的应用 所强化的 英特网技术 广泛的应用 可以叫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英特网技术 internet technology 如果没有它带来的好处的话 我们的生活 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它有它的好处 这与事实相反的 你看前面 应该用个无动词分句 英特网技术 有两个后知证语 第一个是 影响遍及全球 这应该用个独立主观 因为不是技术变迹求情 而是影响遍及全球 对吧 那么并被广泛应用所强化 被它想象 过去分词短语 后知语语就好了 然后后面句子更好说了 咱们看该怎么说 先说这个英特网技术 internet technology 第一后知语 with its影响 influence 然后spreading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遍及全球分为语 然后呢 punctuated by 为什么呢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大量的强调教育 这个一期技术 what would our lives be like without its benefits 好 再回过下这个句子 internet technology 第一后知语语 with its influence spreading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影响遍及到全球 第二后知语语 punctuated by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被大量广泛的应用 所强化了的 internet technology 如果没有太太的好处 我们的生活 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关系代词 是做我们like的 这个避语了 那么这个word 是标准的虚拟器 那么这是用反问句 来结束第一段 就强调 这个教育的确 是我们这时代的 关键字 因为对个人 对国家 双方面都很重要 如果没有教育 带来的好处的话 文明恐怕就不能 成为叫文明了 好 第一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